Hello 大家好 今天讲的是一道同学们底的一道题目 就是662题maximum width of a binary tree 这道题我好几年前做的时候的话觉得比较简单 现在看来的话是因为这个测试数据比较弱 最近的话它更新了这个测试数据 然后使得很多之前能通过的方法的话就过不了了 那么其实的话只要稍微做一点点改变就可以了 讲解之前还是不要忘记观众频道订阅之后打开小铃铛 接收到我最近通知每周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是给你一个binary tree 然后让你去写一个function去获得它的最大宽度 那么最大宽度的话就是所有的每一层的这样一个宽度的最大值 这宽度的话是定义在每一层上面的 在所有的层里面取一个最大值 然后这个binary tree has the same structure as a full binary tree 这个就是给你一个提示 我们后面会用到这样一个full binary tree 或者说complete binary tree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某一些节点可以为空 那么它怎么定义这个width呢 为每一层的这个宽度的话就定义成它一个最左边的节点和最右边节点的这样一个距离 如果中间有空节点的话也要算进去 但是如果空节点在最左边和最右边的话就不能算进去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那么132539 那么最宽的这一层的话很明显是最后一层 但并不一定一定是最后一层 那么这一层的话是53空9 所以说它的这个元素的话一共有4个 所以它的宽度就是4 那么第二个例子 它就是说你看最后一层并没有满 所以说你最后两个空的节点就不能算进去 你最宽的宽度的话就是53 53它的宽度是2 就是这边也是一样的 因为后面没有节点 所以说这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宽度的话都是1 那么第三个例子 你会发现它的最宽的并不一定在最后一层 也可能在中间这一层 那么这一层的宽度的话是2 因为最后一层只有一个节点 所以说它的宽度一定是1 那么最后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宽度的话就是8 8它的高度是1234 那么第四层它的宽度的话是8 因为中间都是空节点 然后它并没有给数据规模 但它只给你一个提示说 这个answer就是最后的宽度的答案 是能够用一个32位的一个sign的interge表示 也就是说它的最大宽度的值 不会超过2的31次方简易 就给你这样一个提示 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 它题目中告诉你了这样一个full binary tree 其实就是给你一个提示 那么如果是一个naive的想法的话 我可以把把这些节点便利出来 然后对于那些空的节点的话 我也可以把它插到一个数组里面去 那么插到一个数组里面去的话 我只要记录一下每一层的 就是那种传统的这种level order traversal之类的 我可以去看这一层的数组它有多长 那么很明显由于它告诉你这个最大的宽度 可能到了231次方简易 那么你很明显你的内存是没法存下这么多 这么长的一个数组的 所以说我们就要换一个思维 它因为它题目告诉你了嘛 就是full binary tree 就是我们可以想到这个heap 那么heap中heap的话 虽然不是full binary tree 但是它是一个complete binary tree 也就是说它里面每一个节点 它是存在一个 我们通常把heap存在一个数组里面 然后每一个节点的话有一个id 那么这个id的话 其实就是它在这个数组里面的索引 一个人有一个坑嘛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相同的思想 我们可以对每一个节点进行编号 那么假设我们就有一颗full binary tree 把它编号写出来 1234567 那么它满足什么条件呢 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它的根据点是1 然后parent就是left的话是parent乘以2 那么right的话是parent乘以2加1 利用这样一个编号系统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每一个id分配一个unique的 每一个node分配一个unique id 那么这个id可以是它在数组中的索引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id 来去计算两个node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 比如说最后一层 那么4和7 这两个node它们之间的距离的话就是 这个7-4加1 那么距离的话就是4 假如说这边的node不存在 如果它是空的话 但是它不会影响我的编号系统 那么这个减点还是4 这个减点还是7 它们的距离还是4 有了这样一个编号系统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的去算出每一层的宽度 那么这层的宽度的话 就是它的这一层的编号的最大值 减去编号的最小值 就是再加1就行了 那么7-4加1等于4 3-2加1等于2 那么1-1加1的话等于1 那么每一层的宽度都得到了 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处的话就是我不用去把这空节点全存下来 那么很有可能会内存爆掉 然后有这些如果有一些节点缺失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那么这个编号系统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之前的话 它没有更新测试数据之前 这样的算法是可以通过没有任何问题 但它更新了测试数据之后 它也加入了一个很变态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所有的节点只有一个 柚子数 如果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一个编号系统的话 你去给它编号 那么编出来结果的话就是1 3 7 然后一直会每个节点只有一个柚子数 然后每次的话都是乘2加1 乘2加1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编号资量非常快 那么它的就是如果你有h层的话 它最后一层的这个编号的话就是2的h4-1 它可以给你这个层数远远大于64层 那么你的int64位长振前都存不下 所以说你用这样一个编号系统去存的话 就会爆掉 然后整形会溢出 然后这样一个tree的话又是合法的 然后它的宽度的话都是1 所以说我们之前说的这种方法的话 就没有办法去handle这种case 我不知道python可不可以 你python有可能是可以 就是可能会慢一些而已 因为它的整形会非常大 那么解决方法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特别难就是我们可以去用一个offset方法 因为我并不关心这个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把它像hip一样 一对一的map到一个数组中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那么我只关心对于每一层来说的话 我只关心它的两个最左边和最右边之间的差值 那么我们可以用一种offset的方法 就是减掉一个偏置 我每一层有个偏置量 那么我对于每个node的话 我就去减去这个偏置量 那么这个偏置量的话 就是对于每一层来说 它的最左边这个节点的原始编号 那么最左边这个节点减去它原始编号之后的话 最左边这个节点肯定会变0 那么最右边这个节点的话 它的编号就是他们之间的距离 他们之间的距离 有了这一点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避免这种溢出情况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边的话是123 我这边把4和6节点删掉 那么它是有两个缺失节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处理的 12357 那么这是它的原始编号 那么我们用了这种offset的方法之后的话 然后每一层的节点减去这一层的节点的最小值 那么这个节点它原本值是1 然后1减去就是它的这一层的最小值 那么1减1的话是0 那么然后它的trojan的话 都是基于它修改过的这个节点编号 在进行扩量的 所以说它这个左指数的话 就不再是1乘以2 而变成0乘以2的话是0 那么这一层的最小值也就是0 所以说它的节点的话 就是一个节点的编号的话 就0减0等于0 那么右指数的话 是在0的技术上乘以2 0乘2加1等于1 然后1再减去这一层的最小值 这一层最小值的话是0 那么1减0的话是1 那么来看一下另外一种情况 当它是右指数的情况的话 那么它的food parent的话还是0 0乘上至2加1 那么这个节点本身应该被编号成1号 然后我们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1号的话是这一层的最小值 然后它1减1就变成0了 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样 这个每一层的最小值的话 永远会变成0 然后这个节点的话是1乘2加1 它原本是3 然后3的话减去这个节点 它原本的这个编号是1 原本的编号是1 所以说变成3-1等于2 那么你会发现什么 处理完之后变成什么情况 对于每一层最左边的这个值变成0 然后最右边这个值的话 就减去它相对应的值 这边的话是7-5等于2 然后它的宽度的话就是这里 还是最大值减 最小值加1 这宽度应该是3 最大值减最小值加1 那么有了这种变化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情况 1 3 7 一直到2的H4-1的话 那么它的最后的结构的话 都变成0 这样的话你不管多深的话 它都不会溢出 所以说有了这种变形的话 我们就很容易的去 就稍微做一些变化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去规避整形溢出的问题 那么看了很多解法的话 把它Integer变成狼 这个Integer变成狼 只能从32层处理到64层 就是从本质上来说 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那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代码的话 还是比较常规的DFS 我们用潜虚编理来做 今天的话我用java来讲 那么之后的话我可能会rotation 就是尝试使用不同语言来讲 然后所有的C++ Java和Python代码的话 我都会放在我的网站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用java来做的话 首先就是最重要的话 就是我们要记录每一层 它的最小的ID 它的原始的ID是多少 所以说我有个list IDs 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的数组 然后记录每一层的最小值 然后我们扭出来 扭一个arraylist出来 然后我们写一个help function 这个file function的话 它有三个参数 当然是一个就是根据点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当前的这个深度 最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节点的所对应的这样一个ID 那么这是个低规函数 低规函数如果根据点为空的话 那么返回0 表示它的宽度是0 没问题 那么当这个IDsize等于低的时候 表示说 一开始这个ID的数组是空数组 然后当你它的size和depth相同的话 表示说这是这一层第一个节点 所以也就是说也就是意味着它是这一层最小的一个节点 那么我们就把它的节点加到我们这个IDs这个list里面去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size就变大了 那么对这一层来说的话 就不会添加新的元素进去 直到下一层为止 然后我们就要进行低规部分了 首先的话我们有三段式 这个就是这个根据点 对于根据点这一层的话 它的这个宽度的话 就是它的ID减去这一层ID的最小值 再加1 就是它作为这个节点 它能够获得这个最大宽度 然后的话就是地规左右指数 也就是以左右指数作为根节点的最大宽度是多少 最大宽度是多少 然后我们就把root的live插进去 深度加1 那么对于它的左指数 它的ID就 它的ID的计算方式的话 就是 我这个ID减去ids getD的话 就是说我当前这个root的ID 我应该把它提出来 就是应该把一个rootID提出来 那么ID减去ids.getD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新这个root节点 它所对应的新的ID 那么新的ID乘以2 就是它左指数的ID 新的ID乘以2加1的话 就是对应的右指数的ID 那么在这三个中取一个最大值 取一个最大值 那么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 它并就是说 只有当这个node 是在这一层的最右边的时候的话 这个其实才有效果 否则的话 这个最大值其实是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anyway 反正它就是个地规形式 就是从当前角度来看 我这一层 我能够获得的最大宽度是多少 然后我的左右指数是多少就可以了 然后在所有的这个圈局 所有的可能的情况中取一个最大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复杂度 和空间复杂度 那么时间复杂度的话 潜虚便利这个数 每个接近只访问一次 然后这个arraylist的话 get的话都是o1 所以它的时间复杂度是o1 那么空间复杂度的话是oh 就是这棵树的高度 这个树的高度 如果你用bfs来做的话 那么它的空间复杂度的话 有可能 有可能会到on 因为你要把每一层的 下一层这个节点存下来 那么下一层节点的话 数量可能是上一层的 就是整棵树的一半 最后情况的话 所以说dfs的话空间复杂度 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你bfs dfs都可以做 那这个是这道题目 所以说还是要做一些变缓 那么给你的提示 还是很明显 你就是给每一个node 那一个id 那这个id的话增长得非常快 所以说我们要去做一些offset 把它的id去shift一下 就是减去它这一层的最小id 然后你要确保每一层都这么做 然后这个下一层的id的话 是在上一层已经修改过的id上 再扩展出来 否则的话 这个还是会快速增长 所以说主要注意到这一点的话 主要题目其实就并不是特别难了 然后讲这边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订阅订阅投币关注 如果想讲题的话 也欢迎在评订阅里面 那么我们下节目再见 我是华 拜拜